各位同学好 我是林文老师教书27年 在英文上我们看到这本书名叫 精英体制的陷阱 英文左手边这本书的封面写的是 meritocracy trap 这一代表什么意思 看看林文老师的数位笔记 在这边呢 这是evernote笔记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使用者 我是基本上是忠诚的使用者 meritocracy在这边写得非常清楚 merit is a shame 哇你一定先看不懂这个标题 请参考我第一回 第一回已经做简单的第一段讲解了 那这样的一个中文内容 其实你去网络上搜寻很多地方 有卖书本的都会有给他做介绍 但是让我觉得是这本书很深度很深 所以要了解的英文着实不容易 我们今天来看的是第二大段 着重在举行分析 所以不教你个别的单子 那这边你看到之后呢 我们再到另外一个位置去 各位才知道说 整理之后的重点在哪里 在英文上就可以看到了 这边写得非常清楚 那一大段我又分成了三大小段 三大小段各位可以用左右对照的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很清楚了呢 因为毕竟它本来是粘在一块的 插成三块比较好分析 三块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代表三个句点三个句子 好我们来看荧幕上之前呢 各位先听听看 先看看在荧幕上这边所呈现的 是李文老师经历学院杂志 讲解了2224篇 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讲解了九年 我讲解的功力应该还算不错了 在同样的你看另外一个位置 BBC我也讲解了884篇 应该少人有像我这样的毅力吧 所以意思说讲解新闻英文 我应该在台湾 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了 重点我们再回来 我们刚刚网页的位置 我们用发音来帮助辅助吧 我们先把这一段听听看 各位同学加油咯 一开始你应该完全看不太懂 这句话中文翻译还勉强可以了解 但是理论上 你还说英文自己的功力 首先promise这个叫承诺 承诺代表是我们中文看不出来承诺 为什么 因为我承诺他承诺 我们稍微动词 精英政治承诺 你就开始纳闷了 那严格来讲 这是真正的主要动词 这个是by by是手段 所以Google很聪明 他知道要先翻译手段 再翻译前面的内容 所以代表藉由什么样的方法呢 精英政治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边你所看到的 Promise to promote目的在这里 这个应该不难吧 Equality跟 Opportunity 就代表平等还有机会 所以代表机会平等都可以就这样联想的 不过他说之前 之前简单来说就是有些富二代富三代 像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革命 就带来这个法国现在餐厅的普及 甚至后面还有Michelon 就所谓米其林餐厅 今年大学只考第二篇 预论之前就考这样的内容 那基本上就代表这个机会本来是一小群富有的人 慢慢能够走向另外一个Outsider 这个Outsider就简单来说就代表不能用实习的方法能够走向其他外人 大家都有机会获得 不过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ARM ARM本身不是手臂吗 我告诉你这个字你要汇 你要必须具备这么多的功力才能够解释它 我只能跟你讲你就把它想象是有就是了 但你要先想到有 这个有是精英分子的有还是外来者的有 就代表精英圈之外的普通人一般人 所以你其实思考的时候 这就是那种精英的高手 这就是普通人 当然啦定后我们就不管了 还有这个save绝对不是动词储存 它是介义词 所以你只能看到说这个外来者 基本上呢我们觉得都有机会的均等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 我们只要有两个就可以了 一个叫Teller 爸妈给我们的这个头脑 再加上我们后天不断训练的雄心壮志 所以第一段在讲这个内容 如果你要想听林温老师更详细的讲解 比如说Mote是一个字根 HER是一个字根 VI是一个字根 那你就可以理解了更多的单字 甚至EQ这个字 英文至少7个单字有Q这个用法 那这都是后话了 反正总之你找我一对一加掉 我再跟你讲 接着他告诉你说这边有个叫Further It就是前面的meritocracy Promise对应Promise代表 进一步的再告诉你说 它达到另外一个目标 这边又来一个by by是手段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手段对应手段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财富跟地位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啊 但是太难了 我们看到很多地位它是世袭的 财富是世袭的 对不对 有的父母亲手边有数亿的财产 怎么不给儿女呢 怎么可以给外人呢 他说理论上我们最高的梦想 都是要透过accomplishment accomplishment这个字对各位来说 也是蛮基本的单字 你会发现很多单字是一起背的 所以找李某老师 我就会告诉你这些用法 你用上有没有看到 有两个字其实算是一国的 这边就是代表后天 你后天努力了 就是他这边告诉你雄心壮志 好像定一个远大的目标 透过实际的行动 我应该赢得我的身份跟地位 而不是应该透过他上一代的传下来 这是他最大的希望 也是把我小我跟大我 能够做一个结合 这边我这样讲 是不是觉得更明确了呢 但第三段你一定看得更大的问号 不过我们先把第二段听一下吧 说过如果你马上听不懂 这很正常 第一个要上下文 第二你功力要够 功力不够 找老师帮忙是最大的重点 再来你又开始问号了 为什么呢 这些理想渴望 理想怎么渴望呢 所以基本上你就把这个理想 先把它抽掉好了 这么大的远大的目标 终止在什么 这是最简单道理 比嗨这边他翻之下 哎呀这是中文的推理 但是比嗨是之后啊 简单来说了 就是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景 这个愿景是只要你肯努力 你后天练到的技能 基本上你该得到的回馈 该得到的名誉成就 金钱财富薪水 都是能够得到的 所以大家都因此而团结起来 简单来说就是君佛 不过这边的标题都告诉你的 在精英体制下 meritocracy这一切能达到吗 各位还记得什么叫merit 你去按字典就知道什么叫merit 这个后面我只能给你提示 字学是很有趣的 你听过德先生吗 赛先生吗 赛先生是科学 德先生是民主 你知道民主大概就知道 这个字就是民主 后面这一块的 这一块又是一个字根 他这边右手边翻译的 精英体制 所以你不能靠中文翻译 那必须靠自己的中文书 可是你买英文书中文书 哇加起来费用 应该是1200以上 但是又因为它并不是属于数位的档案 你要又有技术去处理 林文老师就是有这样的技术 一样的专长为各位都讲解 只是一段就讲解这么多 来我们再试试看 把后面这一段听完 然后再把全部听一遍 你原来发现到道理在此 在简单来说 我们把这三段合并在一起 各位同学 练你的功力 把这三句再布 这整段再听一遍 其他就是整篇文章 300多页 里面大概四分之一的内容 听听看这一段 我们说过学英文版的 就要长时间的累积 所以林文老师也是不断的十年磨一剑 我不像很多的学校老师 就讲解的课本 可能讲解五年十年是同一个课本 顶多换几个课文 林文老师不断的挑战 这边讲得非常清楚 BBC经济学人 甚至New York Times都开向第六期了 不断的练自己 而且极有游戏小说 第二集即将讲解完毕 不断的往前迈进 半年后再挑战第三集 甚至还有其他的小说等我 甚至还有多一课程 都可以找我去训练 总之林文老师示范到此了 让各位知道 学习语文就是来自于认真的学习 还有做笔记抄写 我刚讲的东西你抄下来 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 再说一遍 把我刚刚讲的这一段 你亲自用手抄写 我著名的很多的重点去抄写 当然怎么抄写 怎么笔记 你找我上课 我就为你做分享 总之 荧幕上有QR嘛 找我来上课咯 拜拜